傳承百年的臺灣染糖新港儀 第一代老闆盧七頭 當時只是一個賣土豆糖 和賣芽糖的小販 因為遇到了雨天 他臨近一動 就把潮濕融化的糖混合在一起 意外做出好吃不黏牙的新港儀 身在當時還受到日本天皇的喜愛 獨特口感讓他從小攤販賣到開店面 而如今傳承到第四代媳婦 盧陽秀美 他積極研發新口味 拓展通路 現在在國內商場和網路 全臺灣都能買到 一年銷量超過五千金 咕嚕裡燒得火熱 老師傅和劉甲貝使勁地把花生和麥芽糖混合 用竹子跳一點點起來 這個已經是糖果的東西 這個很燙 所以我必須在水裡面 水裡面等它冷了以後 冷了以後 然後我把它抓下來 然後我這樣子 我這樣捏一捏 在我這樣捏的時候 如果說火候還沒到 就還不能關火 這個是要靠經驗來抓 在水裡面抓出來它的那個Q度 是已經是達到我們知道說已經可以了 精準的抓火喉是口感好吃的關鍵 才能製成傳承百年 軟Q卻不黏牙的新港儀 必須要趁熱的時候趁熱的時候 趁熱的時候趕快把它搓成一條一條 現在就是已經就鋸好了 鋸好的時候 可是都會黏在一起 然後下來的話 這邊就是有一些壁複在 壁複在下來的話 就是要撥一撥 讓它均勻 就不會黏在一起 你看喔 軟軟的 軟軟的對不對 軟軟的 都還熱熱的 這樣子吃起來不好吃 因為其實真的花生要冷了以後才會好吃 才會香 那個花生的香氣才會出來 新港儀等冷卻降溫Q度香度才能達到最假狀態 但其實這小小圓圓的狗渣鼻一開始有著奇怪的名字 其實它原本 它不是新港人 它是住在明雄那邊 江塑店那邊的人 在一百多年前 它本來都是用那個單子 然後就單的就是麥芽糖 花生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粗筆 那時候就是會有遇到雨季 那就沒有辦法出來賣的時候 它就想說 看到這些花生也要軟掉了 然後麥芽也在 會要潮掉了 然後還有餅也要軟掉了 那靈機一動就把它全部和在一起 要煮一煮看 以前沒有這個機器這樣子去鋸它 以前是用手是要捏一下 捏捏捏捏 一塊一塊的 一塊一塊的 像這樣有粉嘛 白白的 它這樣一坨 然後就會有一點尾巴 會拖一點尾巴 這樣QQ 拖一點尾巴 就看起來這樣圓圓的這樣 就像一個小老鼠 小老鼠也就會把它叫 以前的人就看什麼樣子叫什麼 就像什麼就叫什麼 就叫老鼠湯 看似毫不上光的食材 吃在嘴裡 處其對味 創始人如七頭 便手之竹 從小販叫賣起 卻很有生意頭腦 我們如七頭祖先他很有頭腦 他的生意頭腦真的很好 他像在一百年前 他就知道要註冊商標 那時候還是日本時代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商標 就是 就是這一個 那時候有一個包裝 有一個包裝的商標 這個是在大正 這個是大正九年 大正九年就是民國九年 這些文件都是從東京特許局 特許局寄過來的 不只從路邊攤賣到便店面 連日本天皇吃了也驚豔 日本時代就是有去參加比賽 比賽的時候日本天皇吃到說 這是什麼東西怎麼那麼好吃 然後就說 這就是新港來的糖果 我說原來是新港阿美 新港就是新港 阿美就是麥芽糖 麥芽做成糖果 所以新港儀就這樣過來 新港儀日本天皇認證的美味 從創始人如七頭之後 有著一個傳統 就是第二代到第四代 都是由媳婦掌門 第二代 我叫阿嬤 他很偉大 他在二十五歲就守寡 因為那個阿公他很早就過世 所以那個時候他還經過 就是戰爭時代什麼什麼 然後要養三個小孩 那時候他也是堅持 在做這個新港 以前的人嘛 他們就是想法就是說 只能傳給媳婦 不能傳給女兒 因為傳媳婦的話 傳媳婦就是自己的 傳女兒出去嫁出去 就是別人的 那時候堅持就是說 傳媳不傳女 第四代媳婦 魯陽秀美 從嫁進來的那一天 就背負著傳承的使命 說真的 那時候我們畢竟是老人的嘛 在那個時候就是說 嫁雞隨機 嫁狗隨狗嘛 嫁到什麼樣的環境 你就必須要去學什麼 要去做什麼 不能有厭言 那個時候是用手去搓一搓 然後用剪刀剪一剪 然後我們就是用手工 用手去包 包一塊一塊的糖果 就一張玻璃紙 一張糯米紙 這樣子 然後拿一塊糖果來 手這樣包起來 那時候因為說真的 銷量比較大 所以手工包也慢 所以那時候我們 一天要包很多 包到這個指甲都裂開了 還是要換別的手指頭去捲 去包這樣子 真的很辛苦 每天四點就得起床 開始煮糖 一鍋熬上兩三個小時 蘆陽秀美 不但不含苦 還把新港儀 和較少人知道的 芭蕉儀 研發新口味 拓展同路 芭蕉儀因為是 芭蕉儀的原料 就是糯米 麥芽跟糖嘛 那吃起來就是軟軟QQ 那始終都是芭蕉儀的 就是口味 那我們也是在想說 我們應該也在 從芭蕉儀上面來增加口味 那所以就是說 那用 盡量用台灣的水果 就是用水果魚 那就是有草莓 芒果 藍莓 這些口味出來 網路是一定要開的 那這樣子一定是比較方便 所以光靠實體店面還是不行 光在這裡更不行 所以那時候十多年前 我是開始在跑 百貨公司的零食櫃 那到台北成品松菸店 開 它開幕的時候 這樣就找我們過去 我就過去了 一直大概開到現在 新港儀不只文明全台 就連國外客戶 也主動找上門 但蘆陽秀美 堅持送到客人嘴裡 得要是最佳品質 不隨便賣 其實以前就有考慮到外銷 就是有人要找我們配合說 看能不能外銷 但是因為我們考量的就是說 那個貨櫃船的高溫 太高溫了 我們 我怕我們的那個糖果 從這邊出發到目的地 就完全變形了 那就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話 或者是說本來是長形的 包玻璃子的 去到那邊整個都一坨了 這樣子 這樣是完全不行的 有一位日本 那個一個華僑的一個太太 她住東京嘛 她就跟我聯絡 我就說 銷到日本 這個要做貨櫃的話 不好喔 那因為如果高溫 經過高溫 太高溫以後 變形 還有那個花生也會不香 然後就說 不用 搭飛機就好了 我說這樣子成本很高喔 她就說沒有關係 日本人他想吃的話 再貴他都會買 所以那時候我們配合了一段時間 差不多有四五年時間 這個也有倒水 對 這個也有倒水 那這個也有倒水 光溫仁治台灣軟糖 新港儀已經成為 嘉義最佳伴手禮 年銷量超過五千斤 走過百年 依舊堅持古法製作 要讓老味道 延續到下一個百年 有策略 外面 是 有策略 有策略